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和大家分享一个汤匙 在这个时候饮用最适宜的 这个就是养肺的白盒银耳汤匙 中医认为你喉咙痕氧 有时呼吸不畅信 是与你的肺缺乏滋润和津液有关 在中医来看 不同的身体器官是对于不同颜色的食物 有不同效果的 肝脏喜欢青色的食物 心脏要红色 皮脏要黄色 肺要白色 肾适于黑色 所以当我们要养肺 就要吃白色的食物 包括水果、坚果、蔬菜都可以 今天介绍给大家这个是百合银耳汤 银耳其实我们广东人叫做雪耳 但有些地方叫做白木耳 都是一样物件 名字不同 这个汤水我现在介绍给大家 是一个甜的糖水 所以要用白色的冰糖 因为冰糖也是白色的 所以也是在养肺方面有帮助的 用料就是莲子一两 白盒五千 雪耳放一朵就可以了 冰糖就适量 至于那些有糖尿问题朋友 不喜欢吃甜的 喜欢吃咸的也可以 照样用这些材料不加冰糖 不过你加肝瑶柱和刀舌 将近好的时候 你加些肉粒或是鸡粒 一样很鲜甜美味的 做法真是很简单 当然是要把莲子八盒这些浸泡 让它洗干净 但是我提醒大家 如果有新鲜八盒 最好买新鲜八盒 雪耳用一朵 用水浸了之后 它就会膨胀的了 那你就剪了硬的部分 你不要 将其他一些 撕它碎一点 中间有骚髒的黑点 都会流出来 你洗干净之后 晾干水 就将所有材料 放在锅上 把它煮 煮熟了之后 你喜欢 有些人喜欢爽口 你就可以煮少些时间 不过 越煮得久 效果对于养肺 云肺方面 效果更加介 因为将里面的加质 全部都提取了出来 当你差不多适合 吃的时候 就加少许冰糖 如果你真的吃咸 就可以将干瑶柱 或者冬菇切粒 早早一起 和材料加进去 直到吃的时候 才将鸡粒 或者肉粒加进去 再翻滚就可以吃了 其实银耳或者雪耳 是被称为长生不老药的 曾经说 有钱的就吃烟窩 没有钱就吃这个雪耳 有菌中之王的尾清 它的尾是金淡 性微寒 是入肺胃神经 可以生津润肺 益气活血 知阴养胃 还可以保护强身 因为这个雪耳有养胸 生津的作用 所以和白盒一起做这个 这个汤羹的疗效更加提升 这个汤水是适合肺烈吸受的情况用 除了它还可以滋润 你腸壁的粘膜 所以有润肠的作用 对于便秘的人 这方面是很有效 不妨一个星期吃一两次 而至于腸胃醋烈的 是更加合用 但是大家要记住 当你浸这个雪耳 不能浸过来 大约一个小时之内 甚至半个小时 只要它软化了 你就可以了 换几次水便可以用 另外一件事 吃这个雪耳 要在一天之内吃完 你不能留过夜 过夜便会产生一种毒素 第三个要注意 就是雪耳比较微寒 如果你由风寒引起的感冒 出现怕冷咳嗽 痰多但清晰的痰 就不应该吃雪耳了 如果你想多知道 一些关于雪耳的资料 我曾经上传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人人合用的 廉价营养丰富雪耳 第二个秋冬可以多吃雪耳 是潤肺养颜的 这两个视频的网址 会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你按进去就有更多的资料了 希望大家 在这个容易吸收的季节之中 保护好你的肺部 多谢你的收听